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4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来谈一下塔利班的局势 那么为什么要谈塔利班呢 也就是塔利班现在在目前在阿富汗已经攻城掠地 现在已经眼看要逼近它的首都喀布尔 也就是在未来72小时之内啊 完全有可能围困住喀布尔 甚至是夺取喀布尔 也就是夺取全国的胜利 那么塔利班夺取全国的胜利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对美国有什么影响 在整个阿富汗塔利班攻占阿富汗政府军的这个过程中 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在这个之间是一个很大的博弈 这个在国际政治局面上面它会产生哪些重大的影响 而且撤军这个拜登撤军会导致这个目前塔利班 他对阿富汗大量的这个政府军的攻占 那么拜登的撤军这个政策是不是错误的 而这个错误的政策很多民主党人指责 这是当年川普总统他确认的要从阿富汗撤军 那么这个撤军的政策也就是川普总统的撤军和拜登的撤军 他里面有哪些不同点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分析的 那么首先看阿富汗的局势 也就是这几天每天这个塔利班都在阿富汗的攻城掠地 每天都占领新的省份和新的城市 那么今天我是一觉醒来看到塔利班 他已经攻占了这个阿富汗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省会城市 基本上他所到之处政府军都是拱手相让的 也就是政府军基本上是不战而降 那么塔利班不仅是夺取了这个大量的战略武器战略物资 而且呢塔利班每到一个地方呢就烧杀抢掠啊 我看到网上一段视频 也就是塔利班他进入到他们所占领省会的那些富人家 尤其是他攻占了这个国家第二大城市坎大哈 他们到了坎大哈以后在富人家里面大吃大喝 那么从这个视频可以看出 这家家庭非常富裕家里面金碧辉煌 那么大量的塔利班人员在这家里面吃喝玩乐 然后呢去分享人家家的地主家的老婆啊 地主家的女儿啊 也就跟共产党当年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里面 然后去消灭人家地主街区 去霸占地主的老婆和女儿的这个所有的套路都是如出一辙 也就是坎大哈就是当年中共的所谓解放军 那么塔利班究竟是一个什么组织 他为什么能够蓬勃发展能够在阿富汗形成那么大的武装力量呢 塔利班这个名称啊从当地的语言解释就叫学孙 也就是学生军塔利班实际上是由学生组成的队伍 这个学生这两个字中共是最有兴趣的 中共最喜欢鼓动学生造反 当然了这是指他没有夺取政权之前 他有了政权以后他最反对任何学生来造反 八九六四中共之所以屠杀学生 他就是担心学生能够像当年他们夺取政权之前 中共在全国各地大城市搞的各种学运 通过学运去攻击民国政府嘛 所以中共对学运这个问题呢 他研究这是最透的 而塔利班的这个学生军呢 恰好被中共利用 那么塔利班呢又奉共产党奉毛泽东 奉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为他们的这个光辉制造思想 所以说呢塔利班他们基本上从他们建成以来啊 他们跟共产党之间跟红色意识形态之间啊 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那么这个学生军当初刚建立的时候 他们打出来的旗号什么就反美哇 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所有邪恶的力量 首先就是要反美 因为美帝国主义就是所有邪恶力量最大的敌人 由美国存在所有的邪恶力量呢 他们都恨得咬牙切齿 你看中国也是这样 伊朗也是这样 所有的这个基地组织啊 当年的这个本拉登啊 都是视美国为强敌 一定要干掉美国 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邪恶的力量 他们首先找出的最大的敌人 一定是美国 而美国之所以当年驻军阿富汗 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美国为什么要驻军阿富汗 美国驻军阿富汗 并且在整个阿富汗地区形成巨大的美军的这个高压态势 美军当年是反恐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二十多年前发生了这个911事件 也就是911事件发生了以后 美国呢跟整个世界它的这个对垂的这个形式发生了变化了 因为过去呢美国呢它主要是冷战 也就是冷战呢主要要消灭前苏联 在前苏联九十年代初倒塌以后呢 当时呢这个邪恶的共产主义力量中国呢正在不断地形成 但是呢美国呢对中国是绥靖的也就是美国的各级政治人物包括民主党共和党的大佬和这些政治领袖们 他们从来没认为中国呢是美国的一个敌对力量 从来不把中国呢看成是一个敌对组织 不把这个共产主义当作洪水猛兽来看 相反呢他们认为呢中共呢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 他们对中共呢是可以绥靖可以感化可以改造的 因此呢中共这个邪恶力量在不断地扩大和产生的过程中美国呢是给予助长的 所以说才把中国拉进WTO让中国这个经济蓬勃发展 让共产党手上有了大量的金钱啊 这呢是美国对中国绥靖的结果 也就是冷战以后美国它并没有找到最大的敌人 因为苏联这个敌人已经消灭了嘛 而中共他们不认为是敌人是朋友嘛 但是呢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呢发生在911那一天 也就是说本拉登率领的基地组织突然对美国本土发动了进攻 对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通过他们的恐怖行动造成了美国人大量的死伤 也就是美国世贸大厦在911被袭击以后 全美国就转向了向恐怖主义作战 那么向恐怖主义作战以后美军呢就派出大量的部队呢 进驻了这个基地组织经常出入的巴基斯坦地区啊阿富汗地区啊 就整个中东地区啊美军呢就派出了大量的部队 所以控制周该地区主要是呢以反恐的需要 并且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要找到本拉登找到这个基地组织 要摧毁基地组织要消灭本拉登 所以说呢在911之后这么十年左右 美军呢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布局呢 他为了达到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本拉登消灭基地组织 那么经过十年美军呢在整个中东地区呢 已经形成了绝对有利的这个形式 也极大的消灭了基地组织 并且呢也亲自活捉了这个本拉登 然后击毙了本拉登 也就是反恐战争随着本拉登被彻底消灭以后呢 基本上来讲恐怖主义呢在中东地区呢 就不能那么兴风作浪了 但是他们的余孽呢产生了 这个余孽产生的就是塔利班 就是塔利班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不断地号召当地这个巴基斯坦人也好 阿富汗本地的居民也好 加入他们这个学生军加入塔利班 塔利班逐步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邪恶的恐怖组织 而这个邪恶恐怖组织一开始就是 针对美军跟美军作战 而且跟美军处处为敌的 那么塔利班有什么本钱跟美军去打仗呢 那有中共的支持 中共一直是给塔利班有巨大的支持 也就是塔利班你看他无论是他使用的装备 还是塔利班所使用的各种通讯手段 包括塔利班他所支出的大量的经费都来自中共 中共每年都资助塔利班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 也就是不断地武装了塔利班 因为塔利班也是信奉毛泽东思想 信奉马克思主义嘛 然后塔利班也要搞红色意识形态嘛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跟塔利班的关系一直呢 可以讲是勾勾搭搭 过去呢还没那么明显 现在中共直接是在公开场合 王毅多次借鉴过塔利班的高级领导人 跟塔利班明确表达中共坚决支持塔利班 也就是中共现在跟塔利班的关系是公开的 不是头头摸摸的不是私下的 所以说呢因为中共不断地支持塔利班 塔利班有中共雄厚的这个资金支持 加上他有一个中心嘛有一个思想嘛 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嘛 有一个红色意识形态嘛 他不断地鼓动当地的这些居民呢 加入塔利班以后呢 来对抗阿富汗的正规的政府军 而美军驻扎在阿富汗有二十年 这二十年美军投入了这个资金大致多少呢 投入了大致上万亿这么多资金投入 那么多军队驻扎本来就是帮助阿富汗 建立一支强烈有力的这个政府军 但是这个政府军呢就跟当年的这个国民党军队一样 我看现在整个这个塔利班的这个形式啊 就跟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的中国完全一样 也就是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 美国给了大量资金支持的国民党政府 根本就是溃不成军打不过共产党的土八路 而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 共产党它不断的什么去欺骗美国欺骗全世界 变成了共产党是形成正义的 也就是塔利班就是这样 塔利班就是当年的共产党 塔利班现在在整个阿富汗 它就像当年的共产党一样 不断的什么不断的攻击政府军 拿下政府军所控制的大城市 然后到了大城市里面烧杀抢掠 然后分掉富人的财产 瓜分富人的老婆和女儿 这就是当年共产党进城之前就是这么干的 因此现在的这个塔利班 跟当年共产党进城之前一模一样 现在已经完全形成了1949年 中共即将打过长江去所谓解放全中国 中共那时候形成的这种态势一模一样 也就是塔利班现在已经攻占了阿富汗 绝大部分的省份 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城市 包括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达哈 都已经被他们占领 他们现在控制的这个部分 离首都喀布尔最近的位置 只有150公里了 也就是150公里在未来72小时之内 很可能也是吧 很可能就是在未来72小时之内 就能攻占喀布尔 所以说呢 世界上所有这些发达国家 跟阿富汗原来保持外交关系的 住在阿富汗驻外使馆的这些人员 全部撤离了 美国大使馆全部撤离了 英国大使馆全部撤离了 大家不可能继续待在喀布尔 因为塔利班来了以后 百分之百烧杀抢阅 百分之百与美国为敌 这个时候呢 美国呢他就为他自己 这次撤军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么为什么塔利班能如此凶猛呢 那主要就是美军呢 长期驻扎在阿富汗以后呢 美军决定了撤军 这是拜登下令美军呢 撤出整个阿富汗 那么因为美军撤出阿富汗呢 事前没有做任何计划 也没有谈谈任何条件 更重要的是什么 没有带走重要的武器装备 这些武器装备本来是想交给这个阿富汗政府军的 哪知道阿富汗政府军呢 他们根本就不能打仗 这帮人是九郎饭带 就跟当年1949年丢掉中国花花江山的国民党政府一样 完全就是一帮乌合之中 也就是美军武装的那么精良武器武装的这些政府军 根本就不堪一击 也就是塔利班一旦进攻 他们马上就投降 大量的武器就交给了塔利班 所以塔利班收获了大量美军留下来的武器 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塔利班不断的在全国控制全国各大城市 也就是最终阿富汗一定会形成一个红色的 类似于中国的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个帝国 而这个帝国的形成将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一个危害作用 那么这个局面怎么会形成的呢 拜登为什么要撤军呢 拜登撤军是依据当年 也就是川普总统就任的时候 他所设定的在2021年5月份 要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个计划 也就是川规拜随 那么川规拜随 所以说呢 拜登呢他认为他现在这个撤军呢 是按照你川普这个计划来做的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 那都是你川普的责任 因此他现在把阿富汗现在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局面 以及现在窥不成军的这种状态 给世界造成的各种危害 他把它赖到川普头上 那么我们就谈一谈川普的车军和拜登的车军有什么区别 川普他当时已经意识到 美军大量的长期的驻扎阿富汗 给美军带来了巨大的祸患 为什么呢 因为美军驻扎阿富汗 受到塔利班的不断攻击 这个战线拉的很长 大量的军队驻扎在这儿 给美军带来大量的战争消耗 同时呢塔利班采取的是游击战 这种游击战呢 就经常东一枪西一枪 给美军呢 经常制造各种祸患 而美军要派庞大的部队驻扎在这里呢 实际上就被牵制了很大的力量 而川普总统当时是想从中东方面全部撤出部队 把部队呢撤到那么 撤到亚太地区来围困中共 因为川普很清楚 这个里面的背后的这个黑手都是中共 如果是消灭了中共 塔利班就兴旺不起来了 塔利班是靠中共输血 把中共斩掉了以后 你塔利班可以讲美军随时可以消灭你 所以说呢川普就确定了要从阿富汗撤军 那么川普从阿富汗撤军对中共究竟有什么打击呢 实际上川普早就知道 中共跟塔利班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 他们不是简简单单的地下勾兑 他们直接是公开的合作 所以说呢川普知道 中共在塔利班投入巨资并且支持塔利班 一旦塔利班真的获取了阿富汗政权以后呢 中共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地 原因就是嘛 你中共如果你继续支持塔利班 那么你不仅于西方整个西方为敌 因为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以后 是把西方全部视为敌人的 把西方大使馆全部赶走 然后叫嚣世界向世界输出恐怖行动 所以说全世界所有的西方正义发展国家一定是以塔利班为敌 而这个塔利班的背后是中共支持 那等于就是整个西方世界与你中共为敌 那么西方世界一定会制裁中共 是你中共纵容塔利班来这么干的嘛 所以说塔利班他一旦获得政权以后 百分之百跟整个西方文明世界为敌 同时呢塔利班一旦控制了整个阿富汗呢 他必然跟阿富汗周边的国家 包括俄罗斯包括印度包括伊朗包括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这些国家会形成巨大的利益分歧和矛盾 那么形成的这么大的一个利益分歧和矛盾呢 就势必导致了阿富汗周边的这些国家 他们跟中国为敌 他们认为是你中国支持了塔利班 才导致了塔利班获取政权以后 然后导致了周边邻国俄罗斯啊印度啊伊朗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他们都受到了巨大的利益伤害 受到了巨大的军事威胁 因此这些国家他们在铲除塔利班对抗塔利班的同时 一定是恨你中共的 所以说呢 这时候中共它对塔利班是支持也好不支持也好 它变成了一个烫山羽 这就是以毒攻毒句话嘛 也就是中共如果不支持塔利班怎么办 不支持塔利班 塔利班的势力它肯定会支持新疆嘛 支持江主嘛 支持江主最终就是塔利班 会百分之百的渗透到新疆来 一旦渗透到新疆来 那么中共就要为它的新疆政策付出高昂的代价 而这个所谓中共痛恨的江主一旦跟塔利班合作以后 最终就会在新疆形成塔利班这样一个武装优势 一旦真正塔利班渗透了新疆 在新疆导致了他们形成了武装有武装优势化 共产党政权都受到威胁 所以说共产党这叫做减自负啊 这就是川普看到的中共支持塔利班 无论他是继续支持跟世界为敌 还是他反对他不支持以后 那么跟塔利班为敌以后 塔利班就会渗透到新疆以后 最终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威胁 所以说这叫以毒攻毒计划 因此川普看到这一点 川普就放任这个结果 川普主动撤出这个军队 就是让中共介入 中共强势介入最终的结果也就是 要么中共它继续支持塔利班于全世界为敌 那么全世界都会跟美国一样首先消灭中共 那么要么就是中共它完全放弃塔利班 它反对塔利班 它反对塔利班 塔利班就渗透到新疆 跟江都搞在一起后 最终武装的江都 最终新疆形成了塔利班的武装以后 对抗中共的这个政权 所以说中共活该 中共最终就是被美军撤军导致的这个以毒攻毒计划 把中共就击垮了 这是川普的一石二鳥 所以川普当时就要这么去做 那么川普当时确定了要从阿富汗撤军 并且把这个撤军事件定在2021年5月份 那么拜登是执行了这个计划 问题是拜登执行这个计划 拜登他没有领会川普 他执行这个计划 川普的目的啊 而拜登他仓促撤军呢 就变成了第一没有设任何条件 第二个没有带走武器 由于他不设任何条件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了阿富汗政府军溃不成军啊 他没有任何政治条件 最终也就是阿富汗他所领导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政府 他一下子就被击垮了 没有任何条件情况下 塔利班就拼命的进攻 塔利班拼命的进攻 现在已经占领了整个阿富汗就是70%以上的这个城市 那么很快就会占领他的首都喀布尔 那么塔利班控制这个政权以后 塔利班100%要求中共继续输血 而中共继续输血一定是托卡中共 苏联当年曾经就被阿富汗拖入战争 由于苏联在阿富汗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军人的生命 最终苏联是被拖垮的 苏东崩溃 跟他自己长期在阿富汗作战是有绝对关系的 所以中共这次也逃不掉 但是中共是打他的小算盘 中共知道他要利用邪恶力量 因为中共这个国家就是专门跟邪恶为伍嘛 伊朗全世界都恨 但中共就跟伊朗关系很好 塔利班全世界都恨 中共就跟塔利班关系很好 就是把塔利班请到北京来 王毅不止一次接见塔利班的高级代表 而且跟塔利班的高级代表明确承诺 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支持你们 你们干吧 没资金我们送 所以中共给了大把的资金 那么中共主要的目的是想拿塔利班作为筹码 跟世界叫板 跟世界谈判 那么塔利班越猖狂越惨暴 中共就觉得这个筹码越有分量 这就跟中共纵容金山去搞核武器呀嘛 金山他搞核武器 他不断去研制核武器 向世界叫板 向美国叫板 那么金山他叫得越凶 对美国的威胁越大 那么中共的这个砝码就越重 因为中共知道你美国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要告诉中共 是我才有能力去化解这个朝鲜不作合乎契合 也就是中共他就希望拿朝鲜作为他的棋子和筹码 那么塔利班一样啊 也就是让塔利班不断地制造各种残暴和猖狂的事件 塔利班越猖狂 塔利班攻占的势力越多 他在这个国家烧杀抢掠造成的这个恶果越大 中共呢觉得这个砝码越重 因为可以拿着这个跟全世界谈啊 你周边这些国家你们要想稳定 你们跟我中国谈啊 你们搞得定塔利班 你们跟我中共谈 只要谈好了我们能搞得定塔利班啊 这是指对塔利班在阿富汗所控制的地区 所影响的周边国家 那么跟西方世界更是这样 因为中共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明白了 美国情报圈已经完全拿出中国武汉泄露病毒制造病毒扩散病毒 并且隐瞒病毒的重大证据 这个证据已经坐实了 美国参众两院和美国国会以及美国的情报部门全部已经有铁证 那么这个铁证一旦形成公布世界以后 美国和他的盟国就会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巨大的对中国清算的这个包围圈 这个清算的包围圈一旦打击到中共以后 首先就要求中共赔钱嘛 而这个钱你中共赔不起嘛 把中国所有的GDP全赔掉也赔不起嘛 赔不起情况下也就是美国人拿不到钱 那就肯定找你共产党清算 要的就是你共产党的老命 要的就是你中南海几个高级领导人 现在不需要派大量的美军部队来登陆 只要派无人机到中南海上冲 让领导先走 把政治局委员以上的所有领导一旦斩首以后 中共这个政权就自然就崩溃了 中共崩溃以后那美国就达到目的了 所以中共知道它这个非常可怕的后果 因此为了防止这个后果 为了防止世界找中国清算 它首先要挑起什么 挑起塔利班在中东的战争 塔利班一旦在中东形成了这个战争的一个焦点 中共在这个里面不断的施加力量以后 尤其是中共可以拿着塔利班跟美国谈判以后 中共可以拖延美国和西方盟国找中国清算的这个时间 中共它集聚了力量以后 它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对抗美国 目前来讲利用好塔利班这个棋子 利用它的这个筹码跟西方谈判 拖延希望对中国清算的时间 而且向西方叫嚣 这是中共运用的现在非常有效的一个政治手段 中共历来都是以恶为伍 也就是在国际上什么力量邪恶 什么力量就一定是中共它要依靠的力量 和中共需要拉拢的势力 所以说呢中共从来都是跟邪恶站在一起的 这个在世界上无数次重大政治立场政治活动中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那么塔利班究竟邪恶不邪恶呢 有的人他不一定理解塔利班是否邪恶 塔利班按照当地语言不就是学孙吗 学生有那么邪恶吗 那我就简单的给你科普一下塔利班邪恶到什么地步 也就是塔利班规定他统治的地区 那么如果他最终控制了阿富汗全国的政权 那整个阿富汗力量就肯定会变成是这样 也就是现在他控制的地区 他就必须已经执行现在的政策 他的政策首先是对女性极大的摧残和对女性极大的伤害 首先他规定所有的女生都必须强制的戴面纱 不允许任何女生接受教育 而且塔利班政恶历史政恶世界文化遗产 他曾经炸毁了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 他规定任何妇女是不可以外出工作的 不允许妇女从事老师工程师以及绝大多数的职业 只有少数的女医生和护士被允许在喀布尔市的一些医院里面工作 他禁止妇女外出活动 除非有男性直系亲属和父亲兄弟或者是丈夫陪同 禁止妇女接受任何男医生的治疗 禁止妇女在小学中学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禁止妇女外出露出身体 妇女出门必须戴一种叫布尔格的长面纱 从头到脚把身体全部包裹起来 只允许露出两个眼睛 对不按照这个规定着装的妇女 要鲑鱼在公众面前进行鞭打 这就是塔利班在他们国家执行的野蛮的这个政策 对妇女是极大的罪惨的 就是这么一个邪恶的势力 邪恶的一个恐怖组织 但是中共呢它要把它当作朋友 以恶为武 而且中共的这个专家御勇文人 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教授 人大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所长叫王一伟 王一伟直接发表骇事听闻的言论 称塔利班是阿富汗的解放军 他因为被美国妖魔化 但是他是中国的好哥们儿 就是王一伟 他就是公开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言论 他发表这个言论在中国就炸开了 很多人就认为你一个人大教授 你一个人大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所长 居然把塔利班这种邪恶的人 称为是中国的解放军 那解放军就是塔利班嘛 解放军跟塔利班一样邪恶嘛 我告诉你讲 你还别挑人大教授王一伟的这个话的毛病 我觉得他讲塔利班就是中国的解放军 他表达的立场我看没毛病 如果说解放军是中共领导下的愚昧无知的部队的专用语 那么塔利班跟中国解放军实际上有很多共同点的 也就是说都是穷苦人出身 都是泥腿的文化程度都不高 都特别容易被洗脑 而且都希望杀父激贫 都希望抢夺富人的财产 睡地主的小老婆抢夺富人的老婆和女儿 所以说呢 这个解放军跟塔利班呢没什么区别 而且这些人呢都是那么被共产党洗脑了以后 都打到反敌爱国的旗号 然后呢都为这些邪恶的政权呢 为他们充当炮灰呢 而感觉到那么一种无上荣光 所以说呢解放军和塔利班呢本质上没区别 塔利班就是阿富汗的解放军 解放军就是中国的塔利班 王毅伟不过是一语道破天机 把解放军的属性呢说了出来 所以你不要认为王毅伟讲的话有什么不合适 我看讲的很合适 也就是说你很清楚塔利班实际上跟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 在延安成长的这个解放军一样 也就是中共呢它实际上它在苏联大量的资助下以后 它才开始的嘛反抗民国政府反抗国民党政权嘛 这就跟中共现在支持塔利班和当年苏联支持中共一样嘛 也就是塔利班不断的壮大的过程是因为中共输血 而中共当年它在延安时候在井冈山时候 它不断的长大也是苏维亚政权苏联给它钱嘛 完了以后它把自己打扮得多么正义 最终呢它消灭了呢国民党政府部队 然后它控制了大陆政权 那塔利班不一样嘛塔利班就是解放军嘛 塔利班现在就是在中共的数学下 然后它打败了美国曾经武装的这个阿富汗的政府军 然后塔利班控制全国政权以后 最终夺得阿富汗全国政权就跟共产党夺得中国大陆政权一样 然后塔利班的阿富汗推行的这个统治 跟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推行的这个红色统治是一模一样嘛 未来的阿富汗就是中国大陆已经存在着70年的共产党的政权 也就是共产党扶植了一个阿富汗它的另一个解放军政权 这个解放军政权正是共产党要利用这个邪恶向世界叫板 然后最终利用这个砝码跟文明世界谈判 拖延文明世界对中共处罚的事件 最终什么最终共产党它就是要捆绑向塔利班 向北韩金正恩这些邪恶的力量一起跟文明世界对抗 对抗的结果就是中共能够逃脱整个文明世界对中共的打击 而中共它不断的还在后面不断的研制它新开发的各种病毒 各种新的吸菌武器啊 然后把这个吸菌武器再次输送到世界以后最终毁坏世界 然后中共再搞出什么疫苗不管这个真疫苗假疫苗至少是可以骗人的疫苗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红旗刹遍全球就是要消灭全世界所有文明的力量 然后让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统治最终征服世界啊 这就是共产党的目的啊 也就是塔利班是共产党现在利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棋子和砝码 这个棋子砝码共产党已经完全不掩饰把它宣布为解放军 也就是解放军派驻阿富汗的一支部队 这支部队现在在顽强的跟美军作战跟阿富汗的政府军作战 最终在阿富汗打造一个共产党的第二共和国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你一定要看到今天塔利班的形势跟中美形势跟国际形势是密切相关的 也就是共产党和美国在整个阿富汗地区的博弈最终是文明战胜邪恶 还是邪恶战胜了文明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您好 呀 吴